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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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當局在11點52分齁 借貨報案 那正經營態的一個工廠發生一個迫警 那我們還沒到達現場的時候 就有發現濃煙串起 那到達現場的時候 他是廠房的一個 飄高的一個廠房 三樓 四樓的部分已經起火燃燒 那我們立即將這個廠內的人員 來進行一個疏散 以及做一個火事的一個組織 那現場大概燃燒面積約有 200平方公尺左右 那有四位他們的員工 有輕微的嗆傷 還有輕微的燒燙傷 那已經都送往這個醫院來救治 那邊裡面呢 裡面就是一些機台 還有一些塑膠製品 所以塑膠製品燃燒 會產生大量的黑色的濃煙 那情果原因你不知道嗎 目前不曉得 要等從我處理完 我們再進一步的來調查 我們再度發揮一下 我們再次發揮一些 調查 搭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